使修指导 怎样运用无条件的爱置于自己 如果你对自己的哪个方面感到不喜欢 你的身体 你的思想或你的感觉 那么是时候一劳永逸的清楚这些就包袱了 告诉自己一个完全积极的想法 例如 我爱我身体的一切 然后倾听内心自我批评的声音响起并发表一些看法 比如说除了我的体重 除了我不易打理的头发等等 这个练习的重点是 识别出你在潜意识中持有的观点和信念 把它们带到你的有意识的思维中 在那里你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它们 然后你就可以使用爱的力量解决和治愈它们 这是一种大大的爱 就像无条件的爱一样 下面是如何使用无条件的爱来实现你的自我疗愈 首先在批评的结尾加上一句话 这句话是 但是不管怎样 我爱 我自己 所以 如果你听到你内心的声音说 除了我的体重 你在最后补充说 但是不管怎样 我爱 我自己 假设你的体重对你来说是个问题 以此为例 操练的顺序如下 1.你说 我爱我身体的一切 2.除了我的体重 这个想法出现了 从而揭示了它的存在 3.然后你回答说 但是不管怎样 我爱 我自己 现在我们来到了神奇的地方 通过爱的力量 你可以转变和治愈除了我的体重 这个限制性的信念 1.把但是不管怎样 我爱 我自己 想象成一个小小的精神能量球 将它引导到你心脏的能量中心 这个能量中心在你身体的外面 就在你胸骨的前面 2.当你在意念中重复这句话 但是不管怎样 我爱我自己 同时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那个能量中心 感受你的心能量 将这句话浸默在它的温暖中 然后重复那句积极的陈述 我爱我身体的一切 并再次等待内心批评家的声音 你可能会发现 旧的信念在第一次尝试时就已经消失了 然而更有可能的是 你会发现它被削减了 伴随着一种已经不那么强烈的消极感觉 以下是化解负面情绪的关键 重复这个过程几次 注意负面情绪的力量 是如何随着这种治疗技术的每一次失行而消散的 重复这一过程直到它不再成为问题 现在用这个技术来疗愈其他消极的想法 一 使用另一种完全积极的陈述 例如 我觉得自己很棒 这将皆是那些与物质本质无关的负面情绪和自我批评 2.让我们再次使用无条件的爱 在第一个出现的批评的结尾加上 但是不管怎样 我爱 我自己 3.把这个想法想象成一个小小的精神能量球 把它引导到你的心脏的能量中心 它就在你的胸骨的前面 感受你的心能量将但是不管怎样 我爱我自己这句话进入在它的温暖中 4.重复这一积极的陈述并不断重复这个疗愈方法 直到批评消失在沉默中或进入不活跃的情绪状态 恐惧是通往更高意识的另一种障碍 恐惧是爱的对立面 爱可以化解恐惧 正如恐惧可以把爱赶跑一样 没有任何恐惧不能通过运用爱的能量而被化解 要揭示隐藏的内心恐惧 请使用以下的陈述 无论何时何地 我都感到安全 你可能会发现或者记起一些事情 比如你害怕水 害怕高处 害怕飞行 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无条件的爱来释放 一旦你清除了通往无条件之爱的情感障碍 你就准备好前进 并初步认识下一步的冒险 更高的意识 灵魂意识的深层 识觉的启示 感谢观看